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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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的家是你本來就記住的 所以死法為什麼不容易退 就是說你打望險也好 你照業也好 他永遠沒有離開你 就是死法廟的地方 所以死法阿羅漢弟子們 即便他聽話話經過的 無量無邊阿珍級的這麼沉沙的時間 都值得佛陀把它拿出來提一提 如果這件事情只是 他什麼時候做出一個布施 男生布施特別莊嚴 持戒特別好 佛陀是不會提這種事情的 因為這是生命的因緣法 那你成就人天果果報 然後呢然後就沒了 頂多栽培一個未來得度的人天的善根 但是你在過去一生 除了這次以外 你有一次經過法華經 那就值得沉沉一提 你那次的生命就很重要 就是非讓佛陀把它提出來 那麼今天佛陀提出來的是 生文例子就是說 你不要以為會歸到一念信息這麼困難 你過去一生就曾經有學過法華經 是後來退轉的 所以佛陀講出這麼一段陰言 來建立生文人的信心 那前面是法說 這以下辟譽 用辟譽的方式來說明 弟子們結下這個法華經的法言 那麼辟譽說當中分兩段先講利益 那麼利益當中呢先講導師 先把這個導師的智慧做一個說明 這個導師是什麼樣的智慧 看經文 譬如五百游行顯奈惡道 曠覺無人不畏之處 若有多眾欲過此道至珍寶處 有一導師聰慧明達 善知顯道通色之相 將導眾人欲過此難 那麼作為一個導師 他是怎麼情況呢 說譬如五百游行 就是成佛師道五百游行 這個三界的分斷生死是三百游行 那我們這個成佛師五百游行 這麼長段路 那麼這條路不但是長 重點是顯然惡道曠覺無人 顯然惡道呢 就是他充滿了危險 這個危險是指的是他內在的煩惱 他隨時會活動 煩惱一活動的時候 這個人就要起顛倒了 所以呢 就像你一個人內心當中 隨時住了一個毒蛇一樣 你不知道他什麼時候會醒過來 開始起撐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凡夫味的時候 內心是隨時會有危險 而且對外來說呢 也可能有災難 就是業力 所以我們凡夫眾生 在成佛師道當中 是內有煩惱外有業力 這第一個 那麼更可怕是怎麼樣呢 曠節無人 就是說三界的長夜當中 偏偏佛陀出世的時間又很少 佛陀不是隔三差五的出世 是經常是沒有佛陀出世 幾百節甚至於無量節 這個沒有人就是 長時間沒有佛陀的智慧光明的教化 那麼這個人處在內有煩惱外有災難 又是沒有佛陀光明的時候 那麼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有很多很多的眾生意過此道 去追求五百有許外的珍寶 這個人在貧球當中要追求珍寶 那麼有一個導師呢 這個導師有兩個特點 第一個 聰慧明達 這個指的是佛陀的智慧 真實的智慧 一心三觀的智慧 第二個呢 善之顯道通善之相 這是佛陀的善角方便的智慧 那麼佛陀既有十字跟全字呢 所以他有能力有資格來 僵導眾人意過此 這個地方說明呢 作為一個導師啊 他有兩個特點 你要先懂釋法 你要知道你的 你叫化他你要知道 最終的目標在哪裡 你知道目標 你才有資格講過程 所以你看很多人 他就說我失色方便 對不起 你失色方便的時候 你要佈這個局 你說你怎麼修行可以 但是你要把握他以後 照你說的方法去修 修到最後 你有本事跟真實法 要能夠對接 所以你看很多人啊 他失色一個方便 好了 他成就以後 沒辦法接了 因為你偏離的真實法 佛陀的方便啊 都是相依真如的 他後面會說啊 就是佛陀有本事跟你失色方便啊 他一定為你負責到底 人家的佛陀都說 實名念佛 欸 好好念佛就好 我都敢是失色這個方便 那麼你念佛一開始是四項嘛 有所得嘛 一句佛號念聳聽 你捕捉的是一個聲音 但是沒關係 你念久以後 你一開始注意所念的佛號 你慢慢就誒 念佛是誰 你自己會回觀緩照 人念的心也不可思議嘛 所以佛陀能夠失色方便 他每一個方便 他是有考慮到佈局 就是說 這個方便最後是相依真實的 所以作為一個導師啊 他也有死法全法 他能夠通達前十二法 叫一個導師 好 先把這個導師的特點先講出來 再看第二段 《江導玉》 那麼記住前十二法的導師 他怎麼樣來教導他的眾生呢 他的方法是什麼 看方法 那麼方法有兩段 先看隱一的中路穴陀玉 那麼這六一分兩段 先看第一個 退大 看經文 所將人眾 中路穴退 白導師言 我等皮疾 兒夫不畏 不能附近 前路悠遠 金玉退還 那麼 導師引導了很多很多的苦惱眾生啊 要去追求廣大的珍寶 但是呢 中路穴退 到了中途的時候啊 大家實在是筋疲力盡 沒辦法再走下去了 每天要走下去呢 就跟導師說啊 我等皮疾而復不畏 為什麼走不下去呢 有兩個理由 這個路實在太長了 你要說五十有尋 勉強忍一下就算了 五百有尋 我們實在是筋疲力盡啊 這第一個 身心疲憊 第二個呢 對未來充滿了不畏 生死輪迴啊 你不知道你以後發生什麼事啊 弄不好到三個道去啊 所以對未來的路也是充滿了不畏 沒有信心 既疲累又不畏 所以這兩個條件之下呢 使令眾人啊 真的走不下去了 那麼前度有遠盡力退還 前面實在太遙遠了 所以就準備完全放棄了 有這個人準備要修外道了 不學佛了 所以古人說啊 大乘佛法 行山願海啊 時空無盡啊 你叫一個反覆眾生說 你有本事 從現在開始 三大阿真集結 無言無悔的走下去 很多人可能不敢走 不敢走 那麼為什麼不敢走呢 有兩個理由 三大阿真集結不是三節啊 諸偉 時間真的拉太長了 第二個呢 這個生死輪迴啊 充滿的危險 你不知道什麼時候 稍微你哪一生的時候 稍微放逸一下 你就墮落到傷惡道去了 受了傷惡力 受了痛苦就算了 你這個善根受到某種程度的傷害 所以 又危險 又疲累 所以就沒法走 沒法走怎麼辦呢 就跟導師 就講真話 就白告 我等脾氣而復不畏 看看導師怎麼辦 看第二段 揭曉 看經文 導師多諸方便 而做試念 此等科民 雲和舍大珍寶 而欲退還 做試念儀 以方便力 於顯道中 過三百遊巡 化作一城 告眾人言 如等無不 莫得退還 今此大城 何以宗旨 隨意所做 若入市城 快得安穩 若能前置保所 亦可得去 好 這位要兩段 第一個先講 失色化成 那麼 這個導師 他可不是一成不變 雖然他的目標很明確 要能夠成佛 去向保所 但是我們說過 他有方便力 他就想 慈懂繁複眾生 實在可憐 你放棄了珍寶 那你就永遠做繁複了 永遠沒有希望了 那怎麼辦呢 方便 就是 咱們先不談目標 先談過程 在這個過程當中啊 這個三百遊巡的地方呢 就變化一個化成 廣大的一個災難的地方啊 變現一個城市 變現以後呢 就跟人家說 你們不要害怕 也不要退返 現在呢 前面不遠的地方 有一個廣大的城市 它可以怎麼樣 可以終止 你可以得到休息 而且不但休息啊 你還能夠隨意所做 你在裡面吃喝休息 沒有任何的障礙 那麼你進去以後呢 快得安穩 會讓你的身心得到安穩 你不要害怕說 多殺惡道 你有安穩的情況 那麼 那麼 就算你在這關休息久了 久了以後呢 你還可以繼續往前走 所以這個 這個畫者呢 叫進格公務退格守 就是佛陀呢 先示說一個畫者 好 再往下看 事實 皮疾之眾 心大歡喜 太未曾有 我等經者 免思惡道 快得安穩 於是眾人 潛入畫城 聲以度想 聲安穩想 所以你現在看看 弟子們怎麼反映 弟子們是歡喜入城 那麼這時候弟子們呢 因為是非常疲累了 聽到說有地方休息 不是說一定要一次到位 原來是 陳佛是可以階段性完成的 心聲歡喜 嘆為神佑 我等經者免思惡道 快得安穩 我們進入這個休息以後呢 我們不用害怕 生死輪迴二道的痛苦 而且呢 當下得到身心的快樂 所以大家呢 就進入了這個畫城 進入畫城以後呢 就聲以度想 聲安穩想 對未來的生命 聲就近涅槃之想 就是無依依涅槃 對當下的生命呢 先安穩想 就是有依依涅槃 這個畫城的施設 是滿足弟子們的需求 所以這個地方要知道 全法是佛陀 恆順眾生 全面弟子的需求是 我等疲疾而復部位 我體力不夠 你要我走三道正經 我真的沒法走 第二個呢 我對外人的善惡道 內心心存部位 所以呢 佛陀啊 就是說明了 免施惡道快得安穩 你能夠得到休息 又能夠免臨惡道 所以佛陀設立這個畫城 也就是說 既然是方便嘛 你一定要讓它心甘情願 你現在變現一個畫城 它不想進去 你變現這個畫城 就沒有滿足它的需要了 就是佛陀施政畫城的目的是 恆順眾生 滿足這個疲憊跟部位的兩種需求 所以你一旦滿足它的希望 它就會主動的進去休息了 好 那麼休息以後 我們看化身什麼 十看零二的影字保守語 耳師導師知此人眾既得止息 無膚疲倦 既滅畫城 與眾人言 如等去來 寶處在盡 向著大成 我所化作為止息耳 那麼 耳師導師知此人眾既得休息 那麼大家進入畫城以後 又得到休息 休息久了以後 他的信心又開始恢復了 一個人疲累的時候 容易退失信心的 所以導師這個時候 看大家吃飽喝足了 得到休息以後 就把這個畫城滅掉了 到法皇會上 佛陀就開前顯示 說 世間上沒有涅槃這個東西 他只是因為你修我空觀你內心當中 你自然的變形一個極淨的假象 所以他沒有離開一心 一心真如他受勳 你用無常觀無我觀不斷的心真如 他就自然現出一個極淨的像狀 那麼佛陀就說 噢 這個是涅槃 你可以進去 其實你進去還是回到你一心 所以說 把它滅掉以後 佛陀就講深話說 如等去來 什麼叫去呢 就是離開涅槃的畫城 什麼叫來呢 進入大城的保守 為什麼呢 因為保守在近 你到了涅槃的時候 你保守就很近了 至少相對你生死的時候它更近了 向著大臣我所化作為止息 我過去所化作的這個涅槃的大臣 是用神天力變化的 目的呢 是讓你暫時休息用 暫時休息用 畢竟我們前面說過 佛道久隱 中間又種種的災難 所以這個涅槃的施策有其必要 讓他得到休息 讓他恢復信心 好 那麼這個譬喻 到底是說什麼事呢 看此二的合法 合法當中呢 先看第一個合導詩欲 看經文 諸比丘 如來亦父如是 今為如等做大導師 知諸生死 煩惱惡道 顯難長遠 應去應度 那麼作為如來亦父如是 我有資格做你們的大導師啊 因為我知道三界生死的煩惱跟惡道 內有煩惱外有惡道 所以這個是顯難長遠啊 過程充滿了顯難 路途又特別遙遠 所以佛陀這個時候 更重要是 善巧方便 就是佛陀要隨時判斷 應去應度 那麼 什麼時候必須要繼續往前走 什麼時候可以暫時休息 所以佛陀度化眾生啊 其實初階段啊 初階段啊 善巧方便其實更重要 因為佛陀 弟子一開始得到的 就是說 就一個乞丐來說啊 他不是馬上需要珍寶 他是要有一口飯吃啊 所以你說欸 我給你珍寶更好 重點是不契機 他在外面流浪 吃了這麼痛苦 他希望有一個小小的地方住 有一個地方有一口飯吃 他就夠了 所以這個作為導師呢 他要知道陰氣陰度 他要知道這個人的根基 有沒有能力繼續往前走 或者是不能走了 再走下去就退轉 他就不想學佛了 所以他要知道善之氣度 什麼時候可以繼續讓他走 什麼時候要先讓他休息啊 這是導師的方便 我們看醜惡的何將導遇 若眾生誕聞一佛乘者 則不欲見佛 不欲親近 便做事念 佛道長遠 久受勤苦 乃可得成 佛之世心切若下裂 以方便力 而於中道 為子息故 說二涅盤 若眾生誅於二地 如來而時即便為說 如等所作為拜 如所駐地 盡於佛會 當觀察酬量 所得涅盤 非真實也 但是如來方便之力 與一佛乘分別說三 若眾生誕聞一佛乘者 而說 這個世界只有成佛之道 中間沒有休息戰 那麼一般的生死凡夫 就會怎麼樣 不欲見佛 不欲親近大正佛法 這寫佛太難了 我乾脆修外道 修學禪地 至少我能夠算到 四禪天 四空天 那麼佛道久遠 而且要久受勤苦 乃可得逞 所以佛知道我們凡夫 長時間在三界流轉 已經怎麼樣 已經內心怯落下裂 所以呢 必須要用方便力 在中間要施設一些休息戰 所以佛道講三聖法 甚至講五聖法 那麼說兩種涅盤 說有一涅盤 說無一涅盤 那麼弟子們 在這兩種涅盤當中 得到完全休息以後 佛道再說 如等所作未辦 你們必須我繼續往前走 因為他休息好了 你就可以再給他壓力了 因為你所安住的涅盤 它只是淨於佛會 還不是佛道的智慧 所以你應該觀察這個涅盤 是非真實也 是佛道以佛乘分別所善 這是講到方便引導 這一下合法 儒比導師 為止息故 化作大成 既知息矣 而告之言 寶處在盡 此成非時 我化作爾 那麼就好像前面的導師 為了給大家充分的休息 而變成了一種廣大的化成 等到大家休息以後 就說明 寶所就在附近 此成非時 我化作爾 這個地方很重要的一個官隊 叫做 小乘的涅盤 雖然是方便 但是重點在這句話 禁於佛會 我們說明一下 凡夫離佛陀的智慧是很遙遠的 非常遙遠的 因為他向外攀遠 那麼 所有的修行 最難最難的就是 出國之前這個階段是最困難的 就是 你的成佛之道 第一件事情 請你先解決 生死輪迴的問題 因為這個地方的變數實在太大 我們過去生造了無量無變的罪業 我們內心無量無變的煩惱 所以 成佛之道 踏出第一步是最難 你一旦到了出國 後面就是四個字解釋了 只要你成就出國 後面就是 禁於佛會 後面就很自然 那麼 最困難的階段 如果你不施設方便 那就沒有幾個人可以成就了 就像大聖佛法一樣 今天如果沒有施設淨土法門 但願往生 從現在開始 咱們不要擔心休息 菩薩道就是 生生世世 投入生死 輪迴當中 力士練習 不怕失敗 絕大部分人 退大取消 絕大部分人 就是沒有淨土宗的話 絕大部分人退大取消 因為你 你很簡單 你一間成就撇公裂盤 立根六四 完者六四小節 那你今天 在輪迴當中 你努力用功 可能四四六四成就 那你如果說 沒有淨土宗的射受 那你三大阿針提解 那你修到什麼時候 就是為什麼 就是說 凡夫跟聖人不一樣 聖人不需要方便 因為他沒有輪迴的問題 那 你只要成就小鎮的空性 那麼你空性要對接真如本性 相對容易 那就很容易對接 那就練一關就好 你本來只有一個空可得 你把它回歸到 為什麼我知道空可得 人知的是誰 回歸還照 空性就入了清信心 清信心就生的不敵業 所以佛陀的方便就是說 簡單的說 敬可攻 推可守 如等氣來 你要去也可以 要回來也可以 這個方便實在是不簡單 其實全法的失色 是太困難了 好 我們看心惡的重送 那麼重送當中 分兩段 先看第一個 送結言之友 那麼這個地方有兩段 先看第一個 送遠游 遠游當中的送大通之中成佛 看經文 而是世尊 欲重宣此意 而說即言 大通至聖佛 十節做道場 佛法不限前 不得成佛道 諸天神龍王 阿修羅眾等 常遇於天花 以供養彼佛 諸天積天谷 並作眾祭月 相風吹尾花 更與心豪者 那麼整個陰言說 說明 聲文弟子 過句聲 聽文法法經的陰言 這個陰言 要追根究底 就是要有佛陀出世 世間上一切一切的美好陰言 都跟佛陀出世有關係 因為佛陀出世 你才有辦法能夠試修 能夠理官 你透過佛陀禮拜 讚嘆供養成就福得利 因為佛陀出世說法 你才能夠聞師成就智慧 所以一切美好的陰言 就是因為大通至聖佛的成佛 那麼這個地方的成佛的寄送有三段 先看成道前世 大通至聖佛 他在成佛之前 他實節做道場 佛法不限前 他經過安住道場以後 已經成就的無間道的破望 就是禪定成就 但是呢 邂逗道的智慧沒有限前 一般我們破望以後 一般的佛 破望以後 沒有多久就要進入這個正正 但是大通至聖佛 破望跟正正 拓了十節 那麼十節當中呢 就招感了諸天 還有八部鬼神 來供養 或者是虛空中下天花 或者是集天谷 或者做種種的天上的陰葉 或者空中飄出香花等等 來供養這個 即將成佛的大通至聖佛 我們知道成就佛 那是一個廣大的菩提宴 看到大通至聖佛這種淨土 應該他這個願是非常的殊慎 而且他這個願要滿足 應該花了很多的時間廣修福德 所以他成佛之前 就受了十節的諸天 跟八部鬼神的供養 看這個福德力 因地是修了很多的福德 我們看第二段的正名成道 看經文 過時小皆以乃得成佛道 諸天即世人 心皆懷永月 那麼成道之前 在菩提宿下做了十節 到了十節以後 無漏了智慧 終於現前 厚望以後顯真了 那麼這個時候 諸天跟世人心皆懷永月 因為有佛陀出世 就說明了有佛法要出世 世間上 從黑暗當中 終於出現光明 這是大家感到歡喜 第三段 請轉法輪看經文 彼佛十六子 皆於其眷屬 千萬億圍繞 聚情至佛索 圖面禮佛祖 而請轉法輪 聖師子法語 衝我及一切 那麼大通之聖佛成佛以後 第一波來到佛陀面前請法的是誰 是俗家的 他十六個兒子 還有他的各種的見屬 那麼有多少呢 有千萬億圍繞來到大通之聖佛的面前 來到佛陀面前以後 當然是鼎禮啦 讚嘆共揚 最終請轉法輪 那麼這個地方轉的是什麼法輪呢 請的是華音經 聖師子法語 衝我及一切 講到佛陀真實的智慧 所以華音經 佛陀是色受根手菩薩 他沒有色色方便 直接講真實道 這個是十六王子的琴法 我們看第二段 大凡天坊的琴法 先看經文 世尊聖南旨 九元十一縣 為覺悟群生 震動於一切 東方諸世界 五百萬億國 飯宮殿光耀 西所未曾有 諸飯見此相 尋來至佛所 散花以供養 並奉上宮殿 好 那麼我們一般見佛之前 都是要先 身口義的三月的皈依 三月的禮拜 口夜的讚嘆 跟一夜的供養 所以他就說 作為世尊 作為世尊的出世 是聖南直 因為要經過九元的時候 才能夠出現 比方說前面有一百三十節 有一百八十節 有無量節 那麼佛陀以大悲心 為了覺悟眾生 而出世於世間 那麼佛陀出現於世間 絕對不是平凡的出世 一定有瑞相 因為作為一個應聲佛 三級修佛會 百節修相好 所以一般來說 都是有大地六種震動 空中放大光明 這種瑞相 這都是福德智慧的招感 那麼這種瑞相 就使命的東方諸世界的 凡王的宮殿 的光耀就特別的殊勝 所以諸道凡天王 見到這種光明相以後 就來到佛所 供養香花 並把自己居住的宮殿 供養佛陀 就廣修供養 好我們看第二段請轉法輪 請佛轉法輪 以祭而讚嘆 佛之十位至 受請莫然做 三方集四威 上下義父兒 散花奉宮殿 請佛轉法輪 世尊慎南指 願以大慈悲 廣開甘露門 轉無上法輪 那麼大方天王供養以後 就請轉法輪 請轉的是前法 這幾道前法 包括阿漢方等波類 那麼請佛轉法輪 而且以祭壽來讚嘆佛奪 佛奪這個時候 直到時間沒有到 所以莫然接受其請 這個時候除了東方以外 其他的三方 還有四威 總共是十方世界 大方天王一復如是 都是先禮拜 然後供養 最後讚嘆 請轉法輪 我們看大方天王是怎麼讚嘆的 他有一句話來做一個總結 世尊慎南指 願以大慈悲 廣開甘露門 轉無上法輪 那麼佛陀的出世是難能可貴的 因為我們說過 一尊佛要成佛 第一個 一定要成成就法身佛 清淨慎 由清淨慎發起菩提宴 然後經過無量節的時間修六度 把這個宴給填滿 所以這個世間上有一尊佛陀出世 那是非常難能可貴的 所以為宴慈悲 佛陀以大慈悲 廣開甘露門轉無上法輪 所以我們看 前面的琴法是 聖獅子法語 強調了佛陀的 獅子當然是佛陀無所畏懼的智慧 轉華銀金靠的是智慧 但是這個大凡天王請的是前法 前法就是強調慈悲了 慈悲了開著甘露法門 這個我們看 釋迦摩尼佛也是這樣子 在諸天當中 跟佛陀互動最平緩的 有兩個是代表 一個是釋迪環印 一個是大凡天王 一個是大凡天王 釋迪環印 它更多的是在護法 佛陀成佛之前 它有一點徵兆 釋迪環印帶八部鬼神在旁邊回護 有可能供養回護 成道以後 大凡天王就出現了 因為大凡天王他是三界之主 大凡天王只有出禪 這不是還有二禪三禪四禪 二禪以後就不管世間的事情了 二禪以後禪定轉生了 那出禪呢 它剛好在異界之上 但是當然有沒有像二禪三禪四禪禪定那麼深 所以大凡天一般來說 佛陀出世以後 他會第一個知道 他馬上知道 大凡天一下來就是全轉法輪 那麼釋迪環印就是在成佛之前做種種護法跟供養的工作 他們兩個基本上在佛陀出世的時候 這兩個諸天是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麼佛陀成道以後 再開始在人道開始轉法輪 成就三保乃至於後續的政法的流傳 好 我們今天先上到這 講到這個整個法華經的法言之間的一個根本的言有 是因為有大通至聖佛的成佛 好 我們今天上到這 鄉下文長 復再來日回向